美艷索身土壁舞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美艷索身土壁舞時間 我是Elly Hello 我是Juby 上一集教授點跨向前走 接下去就來到點跨右左腳 我們今天教的動作叫做前扭 前扭跨 這個就是上半身不動 將腋部下半身扭動 這樣扭 這個動作的原理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身體有兩腳 上半身不動 下半身腰部扭動 大家猜一下會運動到哪個位置 就是腰部肌肉 如果大家想腰部再幼一點 不要讓很多醉肉生在這裏 那就要做多些一組動作 OK 試一下吧 阿拉伯彎曲企肢 我們兩腳是前後這樣站 兩隻腳都要放鬆 不要硬直 兩腳放鬆 挺胸 身體在後 L形企肢 我們試一下把左邊的胯骨向前方 不要平著 是斜上方 這樣扭過去 來了 扭 即扭高了 這個胯骨扭高了 扭完之後 我們放回剛才的準備姿勢 即復完 再來一次 扭 扭 身體有個誤區 不可以 這樣扭一起去 如果下半身扭到 上半身一起去 是動不了腰部的肌肉的 肚皮膚有一個重要的特徵 就是 它會孤立一部分的肌肉 動上身就下身不動 動下身就上身不動 很少會這樣一起去 這樣轉 OK 我們試一下 準備 我們現在扭動左邊這部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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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一下 這個扭動 它是有少少用到 我們的腳板的幫助 是的 當我們的腳板 向前 向前 扭的時候 把我們的腳跟這個位置 都向前扭 這樣扭出去 扭到最高的時候 整條大腿是扭直的 就是這個位置 最高的時候是直的 扭完的時候是彎的 這樣 對 直 彎 直 彎 對 唯有這一組動作 會借用到我們的腳板 和這條腿的力量 對 OK 來 一起 5 6 7 來 1 2 3 4 5 6 7 8 對了 對了 大家 大家都要留意 我們會扭完之後 放鬆回來的時候 腳輕輕地轉回來 就不要 不要這樣踩出去 不要這樣踩出去 沒有的 只是 好 復完回來 旁邊看 我就是這樣放下 輕輕地放下 不會 不會踩出去 好嗎 好 做第一次 來 5 6 7 走來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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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做三下 連續做三下 來了 1 2 3 對了 做這一組的時候 都要留意 我們的身體 不能夠 有彈動 也太重 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跳 不可以跳 身體是平的 這個位置 扭動的只是協 不要等我們的力 走到另一個位置 5 6 7 1 2 3 對了 就是身體不跳 腳部要放鬆 如果腳絕著也不行 如果只是這樣絕著也會很死板 所以我們會印完放開 印完放開 印完放開 第二次再做一次再印下去 對了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連貫第一次 5 6 7 走來 1 2 3 三下 我們試試另一邊 可否做到同樣的動作 對 對 這裡是一模一樣 將右邊的肩膀向前上方旋轉地拋上去 同時用大腿和前腳掌用力 來準備 5 6 插 開始來 1 2 3 再來 1 2 3 對 是不是很簡單呢 這組動作簡單而有效 上身不動 轉下身 所以你們的長期練習 你們的腰部一定會進去 你會看到有很多肥肥 會有些肉 而我們的腰部一定會有一條曲線出來 因為長期運動的軌跡 是這樣的 會吸造新的東西走進去 我自己以前讀書的時候 中學 大學 打籃球打得多 那條腰線是很直的 最近的10年 跳很多的肚皮舞 才慢慢有條腰線 回來的 真的不容易 是這樣的長期練習 因為我還生了兩個小朋友 生完的時候 都是這麼大的 長得這麼大 長得一條腰線是三十幾三十五 然後慢慢再收 希望大家在家裡練習 都可以練到一個很漂亮的新型出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